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搞阵营对抗 甚至扩散到经贸科技领域 胁迫别国打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美国的做法实质是为维护自身的霸权 剥夺中国正当发展的权利 为垄断价值链高端 人为的扰乱全球产物链稳定 这种行径严重阻碍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最终将反噬自身 损人不利己 希望相关国家明辨是非 坚决抵制胁迫 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 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